因缘归台风袭击花莲瞬间强降雨 造成花莲市低洼地区污水人孔冒水 重庆路、重庆市场周边淹水 还有南滨洋滩等问题 热案会议10号在县议会周开 召集人张美惠除了邀及建设出事外 也邀请了内政部营建署和李明共同讨论 要找出方法解决常年来的问题 为了解决花莲市重庆路、重庆市场 低洼地区污水、人孔冒水 以及南滨洋滩常年的问题 欢迎宣会10号召开专门会议 召集人张美惠先言张怀文、徐雪玉、林源复 黄鑫、林中坤、谢国龙、杨华美 同时邀请欢迎宣服建设处 行政院内政部营建署北区工程分处副处长 林惠明、李长和李明们共同来讨论市民常年的问题 召集人张美惠表示 因为言归台风袭击花莲造成失去多出淹水 希望大家能够提出问题寻找解决之道 去年的10月12号的圆规台风造成花莲市的一些灾情 那我们特别来召开这个专案会议 那也谢谢各位的与会 大家时间都很珍贵、很宝贵、愿意拨空 那一起来探讨 那透过今天这个专案会议这个平台 有中央单位、有县级、有施工所、有里长 那还有我们议会的这个先进我们的议员同仁一起来了解 那一起来透过这样子面对面的沟通 来了解这一次的这个灾情发生的一个状况 了解原因 那对于这个未来的这个因应对策怎么样来进行 那透过专案会议让所有的民众能够清楚了解 这是召开今天专案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面对面的沟通 然后了解未来的因应对策 这两项的目的 那希望能够很有效性的 来让大家居住的环境是安全的 能够安居乐业 经过会议之后 召见张美惠也提出财势 并且渐请内政部营建署补助 花林县政府办理南宾自洪池的用地补偿 以及工程一分机费 渐请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核专局 针对花林南宾海岸改善计划 资海岸人工仰滩 造成南北宾咱们容易 记忆阻塞回堵的问题 并且提出长期的解决之道 中央花林县自有排水分区 中原排水分区和和平排水分区等雨水下水道 与排水连接区域周边测钩排水 紧接一流管等改善方案 建议县政府在今年5月1号方星期 完成相关调查报告 以后续提出相关工程的办理 并且完成上述区域的周边排水侵域工程 也请花林市公所监请 花林县警察局依照道路交通处罚条例82条的规定 定期办理重新入的轻道专案 而最后一点有关相线大道协度 造成民众经常跌倒 以及现有设置的花台边角尖 造成民众受伤 也请县政府尽快与地方民代里长沟通协调 并且提出解决方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